哈囉 大家好 我是Jerk 今天和大家玩的是 RKF Saber 新的封面設計很漂亮 它展示過往推出過幾年的拉達主角 都是RKF來的 我只欠Bluido和XA沒有買 因為買了之前的系列 所以免得買RKF 拆了盒子出來 就可以拿裡面的料來玩 雖然外盒設計改變了 即是長身了沒有盒蝕 但裡面的包裝大致上一樣 都是用紙皮包著兩袋料 第一袋料做是它的本體 即是這個Camelada Saber Flamewood Dragon這個形狀 主體形狀 看起來也挺帥 如果大家像我一樣 可以配合其他配件玩 其實這隻RKF的呈現手法完全不失禮 好看又好扭 第二袋料做是它附送的所屬配件 配件有幾款 第一款做是它的專屬武器 火焰劍烈火 第二樣是插著聖劍的 聖劍梳多拉巴 第三款做是一對手型 其實不可以說一對 其實是兩隻 兩隻都是右手上用到的手型 一對攤手 一對拿著溫達拉多的手型 這三款都是用它的黑膠帽 沒有額外賞色 但這次這把劍 就是RKF史上首次 在武器上下了它的塗裝 但它的塗裝也不夠 有需要朋友都需要自己再額外塗裝 但RKF是一個三歲以上 主要對著一個可動模型 所以它的塗裝也不夠 大家其實不需要太執著 但是看完結了 我們就做一件事 就是慢慢玩 第一樣是這個本體 Saber 的本體上 其實塗裝基本上是 在黑底的模組上 加上一些塗裝 如果大家看到底褲開始 尤其對上的地方 都是以黑模的底為主 但它上面的顏色都頗均勻 特別是紅色的 油到出來都頗閃閃生肺 但右手的地方 轉了用這個紅色底模去做 右肩的地方 看到機器手正眼的塗裝 而另一個RKF 慣例就是 前面有塗裝 後面完全是沒有塗裝 所以如果大家擺姿勢 就是簡單佛企 做一些一般的打鬥動作 其實都已經足夠應付 而它覆眼的部分 那個塗裝 漸變式的塗裝 是很帥仔 很精神 這個也是驚喜所在 看完塗裝 做扭一下可動 基本上RKF 的可動 都不會太失禮 基本上一些打鬥動作做得到 而大家看看它的盒面 都寫著有18個可動的地方 這些可動的設計 都分佈在手手腳腳 身體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扭一些打鬥動作 它一些很著名的拉打卡的姿勢 扭起來 扭起來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很關注 究竟它這麼大的裙子 來到RKF 會怎麼動呢 這次RKF 用了一個可動的設計 在腰帶的側面 這個設計可以令到裙子 向上向下來回擺動 這個擺動的幅度都大 大過90度的可動角度 這個大的可動性 可以讓腿扭到一些老高弧級別以上的 抹腿動作 或者踢腿 提腿等等 這些動作都做到出來 完全不會阻礙了它的基本可動性 而有了這個可動性之後 當大家要放一些 Saber 自己的招牌動作 即是一些押腿的灑水 中熱病的揮劍動作 都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設計是不錯的 原本它的手型是一個裸武器的手型 左右手的設計都一樣 還可以讓大家左右手都可以拿到一把劍 因為它作為一個劍士 它簡直是叫劍豪的設定 沒有理由只是單邊手拿把劍 應該是左右手都運用至於 這樣才是一個劍豪 多得這兩隻手都可以拿武器 這樣做可以因應大家 即是如果想到什麼動作 電視看到什麼動作 都可以放得出來 剛剛所說的可動性都很高 這些動作做出來就很有動感 然後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另一個配件就是拿著Wonder Lider Book 的手型 這個手型在左手上 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Wonder Lider Book 的封面是在手背中 所以通常拿上手 就是讓大家擺放一些灑碎姿 而大家都知道 它那把武器的劍尖部分 是一個感應 它還可以感應 在Wonder Lider Book 上面的磁力 控制到它去產生一些新的力量 在劇中 要擺放相對的姿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都可以拿到 即是拿著 輸的手 去擺放出來 而還有一個手型 就是一個放鬆的 攤手姿勢 這個攤手姿勢 用到上去 就是擺放一些揮劍的動作 擺放出來是自然很多 不會像硬斑斑兩隻手 都是拿著武器手 最後一件額外的附送配件 就是它插著劍的聖劍梳多拉巴 這個聖劍梳多拉巴 拿上手 這樣拿著 應該是讓它出Lider Kick的時候的樣子 但這個拿的方法 就像W裡面的Akuzelu 這樣 其實我想拿回舊的RKF-01 出來和大家玩 但我發現 我在家找不到 我不明白 為什麼RKF-01 5吋的Action Figure 都可以被地精吃了 那我沒辦法 就拿回這盒新的出來 就和大家玩一下 簡單對比一下 其實做是舊的 和新的RKF的設計 大致上一樣 前面有塗裝 後面沒有塗裝 但是舊的RKF只有16個可動 新的RKF有18個 這個應該是相對上最大的轉變 好了 今天就玩了這麼多 要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不妨給個like支持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還有 記得按下鐘 追片更輕鬆 我是Jerry 下次再見 Ciao 還有請問 請問 請問 boro 感谢观看